Give it to me like 其實你們會想要聽的 我會寫在這邊 那我的筆會在這邊 你們自己稍微應該可以看得到 第二題 我的陰莖平常大小最小可能 這個人其實問題問的蠻好的耶 你們會覺得好像他在亂問 其實沒有,要問的蠻好的 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就分享給你們的男生朋友們吧 我覺得你們是時候可以知道自己的 大小硬度還是什麽之類的了 好,我的陰莖平常大小最小是3公分 沖血的時候到13公分 但好像比較不能維持硬度 是不是因為需要沖血的時間比較大量 好像別人平常休息的尺寸比較大 所以需要的沖血量也比較少 有沒有比較輕鬆可以維持硬度的方法 這邊我要說一個東西就是 他講的事情是的確有的 在醫學裏面一個叫做showers 一個叫做growers 就是你們的伸縮係數 這個伸縮係數是自己跟自己比 自己跟自己比 那我要先講 伸縮係數的大跟小 不等於你的陰莖大或小 到這邊聽得懂嗎 伸縮係數是自己跟自己比 好,像剛剛那邊講的 你在軟的時候 軟的時候就是沒有勃起的時候 它是3公分 然後硬的時候 它是13公分 那它們這樣子差距10公分嘛 這樣 那有些人在軟的時候 可能是11公分好了 我隨便舉例 那硬的時候呢 是13公分 那這邊差距是2公分 那其實 它們兩個長度都是一樣的喔 但是伸縮係數是不一樣的 這個伸縮係數是比較大的 這個叫做Growers 這個伸縮係數是比較小的 叫做Showers 叫做Showers 那這個呢 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大 伸縮係數大 不是陰莖大 聽好 這個伸縮係數小 也不是陰莖小 是自己跟自己比 因為假設有一個人 是5公分到13公分 那這個有一個人 是15公分到17公分 那是誰大 15公分到17公分 它的係數還是小的喔 5到13公分 它的係數還是大的喔 那是誰長 長度不是用係數來看的喔 那血量呢 要怎麼算 就是圓面積會算吧 就是陰莖長這樣子嘛 阿不是一根嗎 好 這邊的長度是13公分 那 這邊的 最大嘛 你最大 最多最多 其實直徑5公分 已經算是很粗的了 這個直 這邊是妙妙道 5公分 那圓面積會不會算 反拍乘以半徑的平方 所以是3.14乘以2.5的平方 然後再乘以這個13公分 會等於 我看我剛剛算了是什麽 會等於255 所以呢 這個人他需要的是255的血量 差差的量不多 伸縮係數高或低 沒有好不好 就只是在表示你這個人 在小的時候跟大的時候的差異在哪邊 那怎麽樣判斷你是小還是大 中間的這個 中間的這個值是1.5英尺 你們自己去算 研究裡面寫1.5英尺 就是你的小跟大相減 如果是大於1.5英尺的話 那你就是伸縮係數大的 那如果你的小跟大相減 是小於1.5英尺的話 那就是伸縮係數小的 這是已經在數學課了吧 你們應該可以自己看 反正這個伸縮係數 其實就只是代表說每一個人 有些人就是會小 變得很大 這個都正常的 那它軟的時候這樣子 變到這樣子 也是正常的 那只是每一個人的 陰莖伸縮係數不同 這個係數不代表任何意義 那你的性功能 取決於你的自性 跟你跟伴侶之間的溝通交流 有溝也要通 還有你們之間的交流 還有愛 這個才是真正重要的 雖然聽起來你們都覺得很像廢話 可是這個才是真的重要的 我不想要去講一些 你們要吃這個啊 才會厲害啊 你們要吃那個啊 才會厲害 沒有吃什麽才會厲害的 真正的厲害是來自於你的自性 還有你對伴侶的了解 還有愛 還有你們兩個彼此之間的黏著度 不是吃什麽藥你們感情就會變好 也不是做什麽事情 或是什麽SOP 你們就沒有 就是用心經營 經營感情也許會很累 可是你們兩個會有共同的那個幸福 也是獨一無二的 這是真的 聽起來很無聊 很老生常談 可是它就是事實 我希望你們可以在有生之年 有生之年 去體會 去體驗 人跟人之間的這種情感交流 單身有單身的好 兩個人有兩個人的幸福 但是 你必須先把自己過好 你才有辦法 把兩個人的幸福給創造出來 因為兩個人並沒有誰寄生在誰身上 或者是誰是另外一個人的附屬品 沒有 兩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所以他們在感情裏面會創造一個叫做我們的東西 所以在感情裏面只有我們 沒有我怎麽怎麽樣 你怎麽怎麽樣 沒有 是我們兩個要一起怎麽樣 我希望你們可以在 就是 兩性關係裏面可以 多感受一點這些東西 當然 一定會麻煩的 我不可能不麻煩 只是 很多東西真的是有好都是有壞 好